曾经在扁政府时期 穿着红衣大闹国庆典礼引发争议 担任立伟时时常痛批绿营 清明党副秘书长刘文雄 在泛兰分裂后立场有所转变 清明党是有点小小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悲剧的这种角色 悲剧英雄的角色 每次都要顾全泛兰大局 我们要让国民党变小山 镜头前不留情面切割蓝营 也因清明党和民进党保持微妙关系 如今刘文雄获得民进党提名 成为监察委员被提名者 但今年三月蔡英文就补提名 立法院至今却尚未行使同意权 传出有部分律委对刘文雄 拙视金飞很有意见 这才让监委人事案迟迟到现在都没进展 民进党又有67位 那难免个别对于个别的监委 那有一些质疑 或是有一些想要再厘清 或者是要透过质询 来知道他清楚的政治立场 我倒没有听说党内有具体的 针对哪一位个别的监委提名人 那有非常清楚的反对立场 不是只有绿的对他人选有意见 全民对他的很多的人选有意见 比如像陈思梦 他一再对爱发言 非常的不当 到时候审查的时候 国民党还有很多的在野党会 愿意把关 监院人士蓝绿都有意见 到时立院表决 恐怕又是一场攻防战 记得蓝绿发展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